天选,因天赋而选择我,无缘先略感错愕,旋即又释然,这样的事太正常不过。 就像自己当初还在下山世界时,出入丁屋镜,亦是因天赋冠绝中途,直接得到镜主的认可。 今日亦是同理,所谓考验,往往就是考验身体天赋,悟到天赋,毅力到心等。 而自己闯过寒冰漩涡,显露了极高天赋,以让许多考验变成笑话。 当某项要求远超要求,经过确认,往往就能直接得到宝藏传承。 正常的修仙者,想见到我,必须闯过时空迷郎十二重考验,其中诸多考验都是生死大劫。 自称神灵的黑袍人笑道,像和你一同进来的小女娃,天赋虽也不错,但擅长的乃是雷之法则,所以也没资格直接见到我,必须经历多重显观。 而且,我估摸他,攻城的希望不超过一成。 黑袍人随意道,吴渊心中一动。 浊海月,天赋即便不如自己,恐怕也相差不远,经不到一成希望。 想想又觉得正常。 时空迷郎,称之为时空,这里又是时空道界的地盘,自然对时空之道要求最高。 按我通过时空岛的资料,你叫明鉴? 黑袍人随口问道。 嗯,吴渊心中却安静。 别惊讶。 黑袍人微笑道,难道你以为时空迷郎是谁留下的? 本就是道主留下的。 无冤错愕,道主留下。 整个时空道界,有诸多机缘之地,其实都是道主为后辈弟子们留下的,因各种运转规律而出世,如我控制的时空迷郎,还有像也处于雪光雾镜的黑魔血枯,虽是黑魔君主留下,但本质上也是道主愿意他留下。 像道界各方势力的天才,像你们这些是空岛成员,都有资格来,能碰到就是机缘。 黑袍人,但能否得到就看天赋实力,整个道界没什么能瞒住道主。 整个道界最大的机缘就是道主。 黑袍人笑道,而我有资格探查时空岛及道界九大势力的全部资料。 一查,就查到你了,无缘不由点头。 也对,时空道界为何特殊?不就是道主吗? 就像清零大劫,无论时空疆域还是生灵数量,都远超时空道界。 但据自己所知,像星主,星君级数存在的数量,清零大劫都未必赶得上时空道界。 为何?就是阴道主存在。 他老人家,至高无上,传到四方,不知不觉中的一些影响,就令更多修行者实力变得更强。 明鉴,你有资格就行。 黑袍人道,时空迷郎虽有诸多宝藏,但它是远不及你时空道传承印记者的,所以奖励也有限。 第一,我授予你一份神经资源。 华,一道迷蒙的光芒闪过,顿时一枚储物戒指凭空服陷在无冤身前。 无冤不由伸手抓住,神念涌出探查,旋即就惊讶了。 因为,在储物戒指内,是浩浩如山的神经,放眼望去,它是有上千万单位神经,简直害人。 不多不少,三千万神经。 黑袍人淡淡笑道,你终究才递先,这已是顶配,足够令你的实力提升一大截。 无冤心中颇为喜悦,连点头。 对,三千万神经,自己的本命飞剑,第二柄到第四柄终于有着落。 须知,来到时空岛一百多年仅利用北优师祖赠予的资料,将其中一柄本命飞剑蜕变为了下品仙气。 其他本命飞剑,依旧都只是上品领宝。 黑袍人确实一笑,三千万神经,对他来说,根本算不得什么。 第二件宝物,就是传承,对你来说,这才是真正价值无量之物,亦是最好的宝物。 黑袍人道,传承,无冤心中微动。 说着,黑袍人抬起手,潮汐空中摇摇一指,只见无数光影汇聚,瞬间就凝聚,形成了一道巍峨虚影。 他,站在那里,就仿佛超脱天地般,万物万道似是不存,没有很强大的气息,却又让无冤本能膜拜。 我们见到了他,就仿佛是见到老天爷一般,这是和见到君主强者时,所截然不同的感觉。 最让无冤为之震惊的,就是这道巍峨虚影站在那里,自己明明看清了对方面容,但只要一闭眼,记忆又会迅速消失,根本无法记下。 大道不可显,道主超脱天地外,他在那里,大道就在那里,即使时空道界特殊,但终究属于时空长河范畴,所以,限制虽比正常天地小些,但也有。 黑袍人淡淡道,除非是君主,能抵挡天地压迫,否则,是记不住道主脸旁面容的。 无冤心中听得震惊,大道,道主,真的掌控了本源大道的存在。 本源大道,超脱天地万道万物,乃真正永恒之存在。 黑袍人瞥了无冤一眼,四门看透他的心中想法,唯有执掌本源,才是真正的永恒。 行了,不说了,准备接受传承吧。 黑袍人一笑,哗啦,紧跟着那道巍峨虚影中,忽然飞出了一道流光,流光直接落下融入了无冤体内。 轰隆,巍峨虚影消散。 无冤确实不自主盘稀坐了下来,他的意识已完全沉浸其中,大脑都仿佛在轰鸣乍响,正有海量讯息涌上心头, 镌刻于神魄深处,不止法身。 这一刻,连同练起本尊,同样沉浸于这种特殊状态。 时空。 无冤只觉自身,仿佛化身为了一位位修行者, 这些修行者演练着一种种极为强大的时空秘术, 每一种秘术都有着特殊威能。 从乾坤真意的高维行走,到裂空真意的空间裂解, 再到真欲真意的封禁领域, 再到配合时间法则一同施展的时空大切割时空推演术。 一种种秘术法术,由弱到强,由浅薄到高深,让无冤目瞪口呆。 许多秘术的解读方向,是他所未曾想象过的, 尤其是时间、空间的彼此结合,更让他完全痴迷。 无冤就仿佛是附身,能感知到这些秘术修炼过程中的种种奥妙。 他无法想象,是何等存在,才能创造出如此的强大秘术。 时间、空间,竟然能如此完美地结合。 无冤沉浸于其中,有些秘术明显是时空的完美结合, 所蕴含的奥妙,已然超出了尚未法则的范畴。 许久,海量的有关时间法则、空间法则, 乃至二者结合的强大秘术,无数修炼心得, 紧接镌刻于无冤心中,这是一种难得的机缘。 道之感悟是一方面,要将其微能发挥出来, 所能施展的秘术同样极为重要。 而通过修炼秘术,出类旁通,同样会令道之感悟迅速提升。 无冤盘膝坐下,静静修炼起来。 一旁的黑袍人只是注视,却没有再打扰。 时空岛,神秘莫测,在岛屿的极更高维度空间中, 这里,空间仿佛不存,又仿佛诸多空间维度交汇, 时间流速不断变化,甚至隐隐有静止趋势。 在这时空交错之地,有一处特殊电雨。 电雨内,一直盘西坐着一道黑袍身影, 它的长发遮蔽了面容,如同永恒不变。 忽然,传承第一步,力点传授,明鉴。 一道低沉声音在电雨中响起。 黑袍身影四位听闻道,又似是沉睡了过去, 没任何表示。 时间流逝,转眼十余年过去。 这些年,陆陆续续有时空岛, 到借九大势力众多强者赶去雪魔洞窟, 试图一探时空迷郎。 进入的人极多,出来的人却很少。 时空迷郎,诸多时空重叠, 诡异难测,其中一方特殊空间中, 正占有一道银甲身影。 它正抬头,静静观摩, 参悟着一幅幅蕴含无穷道之奥妙的屠戮, 如痴如醉。 终究没能接触到最终宝藏。 我终究是不擅长时空, 不过能接触到次一级的宝藏, 这一份时空等源图, 总的来说, 亦算是一场大机缘了。 卓海曰眼眸中有着一丝气带。 他这一句法身, 在时空迷郎的诸多考验中疯狂拼杀, 力诸多劫难, 方才走到这一步, 但也这就是极限。 至少让我见到了一丝摆脱的希望。 卓海曰沉浸其中, 继续参悟着。 在冰天雪地中, 呼, 五元盘稀坐在冰原之上, 他的身体表层都已笼罩了一层厚厚冰雪。 他缓缓睁开了眼, 时空密点, 不愧是道主留下的传承。 五元眼眸中有着一丝炽热, 太神奇了。 这十余年的感悟, 怕是抵得上过去四五十年的苦修, 不止参悟了诸多秘书法门, 连带在空间法则, 时间法则上, 自己进步都极大。 冥冥中, 五元已然见到了凝聚时间真意的曙光, 似乎都不远了。 此刻, 道主虚影早已消散, 整个冰原上只有五元一人。 咔嚓! 五元站起身, 原本覆盖身躯的层层冰块落下。 滑! 无数光影汇聚, 自称神灵的黑袍身影浮现, 自虚无中走了出来。 前辈! 五元宫进行礼, 时空密点乃是统称, 是道主所创诸多秘书法门的总纲, 学习它, 利用它, 你在时空知道会走得更远。 黑袍人笑道, 希望别辜负了这一法门。 是! 无缘正重点头, 唯有参悟过, 方才明白这一法门的神奇和强大。 另外, 相遇即是缘分, 我提点你一句, 黑袍人看着无缘, 你乃是时空岛成员, 时空岛的传承印记者, 将会得到时空圣典传承, 那才是道主的志强绝学, 真正蕴含一丝圣元。 时空圣典, 无缘心中微动, 至于圣元, 什么东西? 还有, 不能说了。 黑袍人眼眸中, 互闪过一丝惊异, 旋即笑道, 哈哈, 我没法说, 我只是告诉你, 努力, 千万别放弃, 别放弃, 哈哈, 行, 去吧。 黑袍人一挥手, 顿时一股空间波动, 就笼罩了无缘, 也不等无缘再说什么, 直接让无缘消失在原地, 又怪我多嘴, 黑袍人站在原地, 似是自语, 又似和虚空中一道身影交流, 你不是也一样吗? 我们都希望道主多一位传人, 这小家伙明明有希望, 为何不多提点几句, 悟, 时空乃本源大道之一, 要他自己悟出来, 才真正有望踏上这条路, 一道低沉声音响起, 这声音顿了顿, 况且, 我从他的身上, 感知到了造化的存在, 他去踏入造化本源门槛, 应该不远处了, 造化, 黑袍人瞳孔微缩, 呼, 时空变幻, 无缘凭空出现在了茫茫雾气中, 话都不说完就将我挪一走了, 无缘暗自嘀咕, 他旋即目光一扫就明白, 寒霜雾海, 竟将我传送到了这里来, 时空迷狼入口处, 和寒霜雾海, 可是相隔了不少距离, 但无缘也明白, 那神秘的黑袍人, 恐怕一念就能将自己, 挪一道雪光物境任务, 一处区域, 海月也没问他怎么样, 罢了, 他若有所得, 自然会告诉我, 无缘微微摇头, 他自觉, 已着海月的天赋实力, 只要运气不太差, 应该还是会有些收获的, 这次来雪光雾海, 原本是想完成次君主级任务, 顺带为闯荡黑魔血枯, 积累些经验, 无缘露出一丝笑容, 没想到, 竟有如此大收获, 三千万神经, 只是一方面, 而时空密点, 才是长远收获, 其中的众多秘术, 足够无缘修炼许久了, 先回去, 无缘心念一动, 直接选择回归, 每当完成时空任务后, 在不经历战斗的状态下, 都能直接通过时空岛回去, 带着数千万神经, 再去闯黑魔血枯, 无缘可没这么大胆, 一旦生死, 那损失太大了, 嗡, 一股宏大的时空波动, 四字无尽远处时空中猛然笼罩无缘, 令他消失在了原地, 无缘法身回归时空岛, 迅速就将此行的诸多宝物, 进阶交给了炼奇本尊, 没太多犹豫, 无缘迅速通过时空先进的时空宝殿, 开始用神经大批量购买大量的特殊矿物, 材料之类, 都是用来蜕变本命飞剑的, 三千万神经被迅速消耗, 对此, 无缘亦不太形同, 宝物神经本就是用来消耗壮大实力的, 每一柄本命飞剑的蜕变都会很缓慢, 这时, 嗯, 虐阵, 有急事寻我, 无缘眉头危险, 实际上, 从修炼状态中清醒过来后, 无缘就已知晓, 有许多印记者都通过时空先进向自己传讯, 有关时空迷朗的事早就传播开了, 只可惜, 那时自己的法身本尊都在接受时空密点传承, 所以, 根本没太注意, 而时间过去这么久, 对绝大部分传讯, 无缘都已懒得理会, 只有少部分回了道讯息, 去见见吧, 无缘心中一动, 一缕意识已降临至时空先进中, 求保底月票,